曲营 – double up 曲营 – 咭啦 對開場聚連的陽光 與好朋友們一起歌唱 把微笑划在你的脸上 雨后也会有彩虹 那是美丽幸福的花园 天黑也不要害怕 雨也拱得繁星作伴 难题也一定变得简单 可爱的朱迪克 陪我们一起快乐成长 多少次梦见你笑得多甜蜜 我们不害怕不流泪战胜了自己 梦想的世界已展开了翅膀 来吧快和我们一起翱翔 多少次梦见你笑得多甜蜜 我们一起跑一起跳充满了火力 我总是对着天空大声呼唤你 因为这段旋律我们在一起 梦见我和脈黄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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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搞定了 这样有汽车经过 一定会被炸爆车拍的 这个恶作剧多有意思啊 怎么回事 头晕 头晕 卖黄 等等我 讨厌 没看见地上还躺着个大活儿吗 卖黄 猫眼 你们跑那么快干嘛 等等我 刚才好像踩到了什么东西 不会是踩到狗变变了吧 你们 你们太过分了 我要报仇 要不是卖黄跑得太快太凶了 把我撞倒了 我也不会这么惨哪 卖黄 你给我等着 哎呀 把 把柄失败了 难道没有可以直接用的道具吗 梦境磨合 我怎么把这个宝贝给忘了 你卖黄 你卖黄 我来破坏你的美梦咯 哎呀 难道被发现了 看来是梦到自己在锻炼身体 那来吧 看我怎么破坏你的美梦 各位观众 这里是甜甜公主杯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现场 不好意思 打扰你们了 我这就走 我这就走 卖黄的梦里竟然在搞运动会 这么多人 我该怎么下手呢 等一等 比赛还没有结束 选手不准身子离场 我 是选手 我怎么也变成选手了 不要啊 别推我 我不想参加比赛 怎么能强迫别人参加比赛呢 既然我也是选手 那如果能在比赛中打败麦黄也可以呀 上厕所喷雾剂 被这个喷雾喷到的人 都会瞬间闹肚子的 下一个上场的选手是麦黄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麦黄竟然跳过了沙坑 新的跳远世界纪录 属于麦黄 什么 麦黄竟然已经跳完了 下一个上场的选手 朱迪克 你的东西掉了 什么时候掉的 下一个就轮到你了 做好准备 别发灯 这么快就轮到我了 试试看吧 我可是穿越到麦黄的梦里来的 应该很厉害才对 我的屁股 在跳远比赛上又输给麦黄了 他的实力太强了 我们怎么练习都赢不了他 待会儿还有一个一百米赛跑的比赛 我一定不会再输给他了 没关系了 咱们都已经尽力了 比赛中在参与嘛 我跟你不同 我是奔着冠军来的 各位 你们都想赢得冠军对不对 当然了 赢得冠军是每个运动员的梦想 那你们一定需要这个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是能够打败麦黄的神迹破物计 非常厉害哦 太好了 终于有办法赢得冠军了 用这样的道具赢得比赛也太不公平了 是啊 确实有点不公平 还是还给你吧 没有实力的人才需要借助这种东西 我猫牙根本不需要 就是嘛 我们都是有实力的运动员 不包括你 可恶啊 看来只能靠我自己去搞定买黄了 怎么回事 肚子好疼啊 想上菜死我了 本次甜甜公主杯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最终比赛 一百米跑即将开始 首先 我要介绍一下这次的参赛选手 这个是来自大草原市的犀牛先生 怎么回事 又疼起来了 犀牛先生怎么了 哪里不舒服吗 接下来要出场的是 来自妙妙镇的猫牙 站在猫牙旁边的 是同样也来自于妙妙镇的 猪力客与大罗 最后 我要隆重介绍 本次比赛的种子选手 最伟大的运动员 麦黄 不介绍我也没关系 等我一会儿赢得冠军之后 你们就知道我的厉害了 好 所有选手 各就各位 比赛一开始 我就对他们每个人 都用一遍上厕所喷雾剂 这样我就能轻松赢得冠军了 一杯 跑 不好 喷得太多了自己也没碰到了 奇怪 所有选手都不跑了 这种情况还是头一会儿见到 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好想上厕所啊 你一定要忍住 只要走到终点我就打败麦黄 最难受我也要走到终点 不行了 好 不要抓住我的尾巴 这样就更想上轰锁了 哪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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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嘘 基本上厕所窗壮麦黄 这下你都不了了 拜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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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巴太小 抓不到我 迪克士 冠军 这一下完蛋了 已经到极限了 对了 我现在是在买黄的梦中 我只要从梦中出来 应该就不会想上厕所了吧 这下应该不会想上厕所了吧 怎么 怎么 肚子还是难受啊 快憋不住了 忍不住了 白黄 我下次再找你副我招啊 这下舒服了 只需用鸟的背双 画中的唾長 不停喔 只要为她们真的好 排中的阴桃 师傅 让我第一次变成 hub 还有水 対白天使会 太大了 看你 numer 乱冬的花 身影 為什麼沒有人陪你 Oh dear friend 不要再悲傷 用我的愛來溫暖你 Oh my friend 我們在一起 一同經歷和愛